大家好,我是愛原神 我今天繼續帶給大家 崩鐵亂破V3改動糟糕 SP停雲擊破專輔 星期日拉條衝人拐 崩鐵8月流水出爐 2.7無星技能曝光 流盈社後來了 崩鐵 2.7雙無星技能曝光 召喚輔助加流盈 售後來襲 8月流水出爐 各位窮寶們一起來看看今天 都有哪些消息帶給大家吧 首先就是各位開拓者們比較關心的 2.7卡池角色登場的安排了 根據最新的消息來看 2.7卡池角色登場的安排 基本上可以確定了 2.7上半是星期日下半是SP停雲 之前提到的炳克先生 並不會在2.7卡池登場 其中星期日是限定銅鞋 SP停雲是否虛無 雙五星角色登場還是比較香的 而說起星期日和SP停雲 兩位新角色機制定位相關 說起星期日目前的消息來看 星期日是五星限定銅鞋角色 可以拐單C在單C隊中的收益很高 同時還是個拐召喚物C 不過本體收益很低 召喚物收益較高 若是星期日拐雙C的話 一個收益很高 另一個收益很低 一命可以拐全隊 倒是和之前說的差不多 是未來角色拐召喚物C SP停雲的一些定位消息也被放出來了 不少開拓者開始推測效果為 根據幾方血量變化會造成渲刃效果 這樣的話 零砂就強了 零砂論群來比加高太多了 要真是這樣的話 流盈的 超級破體系完全體就出現了 按照目前推測技能應該的一個超級大單拐的存在 並預測不知道能不能開創三拐一的全新高峰 只能說目前給到的信息實在是太少了 單體到它都是第一個限五單體拐 就不知道和它同一個卡池的 星期日能給到什麼樣的定位 只能等亂破上線後 2月7日測試服開啟才能知曉 除了2.7卡池角色登場的安排外 在後續的3.0版本中 還會有大量的新五星角色登場 就網傳的消息匯總來看 分別有 阿格莉亞 冰毀滅 羅斯姑母 西數智石 SP黑塔 冰智石 英 冰巡猎 斯蒂芬以及兩位毀滅角色和一位火瘋饒角色 其中兩位毀滅角色 應該就是之前提到的女双子 火瘋饒 折士華這麼來看的話 後續的3.0版本 女角色還是非常多的 各位開拓者們 是不是也都非常的期待 值得一提的是 有關於崩鐵八月流水數據 也終於是出爐了 廢話不多說 具體大家直接看圖 整體來看八月流水還是不錯的 所以說各位開拓者們 覺得怎麼樣呢 即將與大家見面的 辛窮鐵道2.6版本 目前最受關注的 莫過於即將登場的新五星角色 亂破 如果這個角色的實力超群 那絕對值得一試抽取 但如果其表現未能達到標準 也可以選擇先觀望 流存星窮以備未來幾個版本的挑戰 當然 2.7版本的卡池也是 許多玩家們格外關注的焦點 亂破的V3改動也被放出來了 本以為改動會是有比較大的波動 沒想到就是能量從160.0被削弱到了150.0 不少玩家都說改動太幽默了 還被削了一刀 其餘地方沒有改動 就等V4了 否則這一角色抽取意願 將會大打折扣 有關SP亭雲的消息也備受關注 許多人懷疑他可能是專門用於輔助擊破的角色 這引發了一些擔憂 因為這可能會導致凌莎的抽取意願大幅下降 在擊破團隊中 軟眉被認為是缺乏擊破能力的 並且他的增傷效果完全無效 這使得他在團隊中的角色顯得相當薄弱 然而 一些資深玩家之前提到過 SP亭雲的技能有望讓凌莎也能在擊破領域發揮更大作用 進一步完善超級擊破體系 只能靜待後續消息的發布 看看這一猜測是否屬實 虛速同協星期日也迎來了一些消息 Yoba放出消息 星期日可以拉條角色和召喚物 如神君、杖杖 可以使角色充能溢出 額外能量條 玩家表示這樣的話 隻羹鳥能等主C輸出完一波 再拉條爆發一波 星期日也能等主C大招好了 再爆發一波 兩兄妹都是手部城區拉滿 感覺有點期待了 希望早點看到星期日想具體消息